如何锁定或解锁HP笔记本电脑上的功能键 键盘功能键F1到F12上通常都有一个图标指示第二操作 如静音或调整显示平亮度 第二操作有时被称为操作键或热键 在某些键盘上,您必须按下F1键才能启用该命令 F1键的位置可能略有不同 通常,它位于键盘的左下行 许多HP笔记本电脑都支持您在每次不按F1键的情况下使用操作键 为此,您必须访问基本输入输出系统,简称BiOS菜单 要访问该菜单,请关闭电脑 启动电脑,然后立即反复按F10键 以打开BiOS设置实用程序 使用左键头和右键头键导航至系统配置菜单 然后使用上键头键和下键头键导航至操作键模式 按Enter键,以显示启用或禁用选项 启用无需按FN键即可使用功能键上印刷的操作 而禁用,需要按FN键才能使用功能键上印刷的操作 选择您的首选选项 完成选择后,导航至退出菜单 选择保存更改并退出 然后选择是,以进行确认 可在HP Support YouTube频道上查找更多有帮助的视频 MING PAOON